这一讲,我们继续介绍罗马帝国 康茂德时候,罗马帝国照例经历了一场争权夺位的动荡 最终,这一位指挥帝国多瑙和兵团的塞维鲁将军夺得了皇帝宝座 建立了一个持续42年的新王朝 塞维鲁出生在非洲利比亚的大莱布提斯 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出生的皇帝 在48岁成为皇帝之前 他的履历是那个时代罗马高级官员的典型代表 18岁离开家乡到罗马求学 先后担任过罗马军团大队长、财务检察官、护民官、法务官、军团长、地方总督和执政官等等各种文武职务 任职地遍及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 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好地熟悉了帝国各个地区的特点 掌握了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律 国家由这样的人来领导 显然是会比那些生长在深宫后院的人要更让人放心 为了树立威信 塞维鲁上任后就领兵东征老对手帕提亚 把两河上游地区再次画入罗马版图 凯旋回到罗马后 塞维鲁在罗马广场元老院门口建造了一座凯旋门以为纪念 这是18世纪初绘制的凯旋门复原图 这是现状 这是一座三股门式的凯旋门 宽25米,高23米,厚11.9米 是最经典的凯旋门造型 这是塞维鲁的家乡大来不提示 塞维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是第一位非罗马式的皇帝 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总是对家乡给予特别的关照 他所位于重任的人大多出自家乡 而在此之前 没有一个外地出身的罗马皇帝 给过自己的出身地有什么特殊待遇 奥古斯多的家乡一直都只是罗马大道盘的一个小镇 图拉征和哈德良当上皇帝之后 一次也没有回过西班牙老家 在他们看来 他们是国家第一公民是全罗马世界的皇帝 可是塞维鲁对家乡就很直念 他一再指导和大力支持大来不提示的建设 使之成为地中海的海上民族 在皇帝的特别青睐下 大来不提示各种公共建筑都非常壮观 丝毫不逊色于罗马以外的任何意大利城市 与今天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别形成鲜明对比 这张照片 近景是一座大剧场 中景是一座市场 右侧远景是城市大广场上的巴西利卡 这是市场复原图 中间是两个环形商铺 这是商铺现状 这是巴西利卡近端的半圆形空间 这是城中的凯旋门 向四个方向开口 这是位于城市东郊海边的角斗场 靠海一侧是赛车场 这是其复原图 位于小亚西亚的萨迪斯 曾经是绿迪亚王国的首都 萨迪斯最著名的罗马遗迹 是一座赛维鲁时代修建的 带有健身房的大浴场 这是复原图 前方庭院为体育健身活动场 后方为浴场 两者之间是一个双层大理石渡栏庭院 这是平面图 左半部分为浴室 最左侧为冷水浴大厅 这是轴侧图 中央为大理石庭院 这是大理石庭院复原图 这是大理石庭院通向浴室的门栏 上下栏额也是交错布置 其中央四根柱子采用的是螺旋条纹 这是静景 这种做法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 经拉费尔重现后迅速流行起来 成为手法主义的标志性做法 这是门栏其他部分 细节十分精彩 这是一幅古代世界少有留存的 木板大彩画 直径约30厘米 画面表现了赛维鲁和他的妻子 以及两个孩子 赛维鲁特别希望 他死后的皇位继承能够平稳进行 所以很早就开始培养两个儿子 卡拉卡拉和盖塔 早早就授予他们继承能的特权 希望兄弟俩能够同心协力 然而愿望终究只是愿望 也是无法遗传的 公元211年 塞维鲁去世 两兄弟一起登上皇位 共同执政 然而仅过了一年 23岁的哥哥卡拉卡拉 就当着自己母亲的面 杀死了22岁的弟弟盖塔 独揽大权 这个画面中被刻意毁坏的 可能就是盖塔的脸 卡拉卡拉给罗马留下了一座 伟大的建筑 位于罗马城南的 可以同时容纳 3000人沐浴的 卡拉卡拉大鱼城 它的总平面长414米 宽380米 其中主体建筑长228米 宽116米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想象一下 相当于是四座标准足球场 并排在一起 所组成的一座当地建筑 这不是宫殿 不是大会堂 而是一座公共澡堂 浴场的大门朝向东北 门前一条大道 直通几百米外的大赛车场 大门两侧是商店和旅馆 进入大门之后 可以先到两边的更衣室更衣 然后去健身房锻炼 或者后面还有一座体育场 然后就可以去洗澡 洗澡的空间分为四个部分 最前面是一个游泳池 长65米 宽29米 这是其复原图 其后是冷水浴大厅 使用混凝土交叉管结构 长56米 宽24米 高34米 这是当时的洗澡景象 内外墙壁上 到处都是镶嵌画和雕像 罗马人民亲切地称它为 平民的宫殿 在这里洗一次澡的票价 大约相当于三两面包的价钱 所以一般的民众 都能够承受得起 甚至奴隶也可以来这里洗澡 关着身子洗澡的时候 阶级的差别就都消失了 这单是解剖图 最右边是游泳池 然后是冷水浴大厅 接下来是稍矮一些的温水浴 最后就是热水浴室 其顶部是一个直径35米 几乎与万神秒相当的大穹顶 高49米 比万神秒还要高 大家想象一下 在这样一个尺度的空间里 洗热水澡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是一个现代人做的 卡拉卡拉大渔场海炮 直径稍稍夸大了一些 这张复原图尺度比较接近 这张解剖图 地下可以看到用来为浴室加热的管道 体育场两侧 还有四座图书馆 罗马的公共浴场 一般是从下午两点 开到傍晚五点 这个时间正好是罗马人的下班时间 他们一般都是在上午上班 工作到下午一点 然后就可以到浴场洗澡 洗完澡 再到边上的图书馆看书 或者在花园里 与朋友交谈 最后再回家去吃晚饭 这张是卡拉卡拉大渔场 附近地区的复原模型 一千多年过去 帝国大厦早已清费 法国作家佐拉 曾经来到这片废墟参观 他感慨说 这座建筑的大厅之高 墙壁之厚 建筑之大 都是不寻常的 这是哪一种巨人的文明呢 从旁经过的人 网如蚂蚁 这位就是卡拉卡拉 他并非天生的暴君 年纪轻轻 就承担起帝国重任 也是享有一方作为 刚上任不久 他就告诉帝国人民 我不应该只让我的臣民 承担起首富帝国的责任 也应该与你们 分享帝国的荣誉 他授予罗马帝国境内 所有的自由民 罗马公民权 曾经那些 只有罗马公民 才能够享受的特权 比如棉角直接税的权利 现在起 将平等的沐浴 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 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理解 所谓人人生而平等 这似乎是一件 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 当某些权利 暂时只是由部分人所拥有 而另一部分人 为了拥有它 就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的时候 这种不平等 并非全是坏事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 那些已经获得权利的人 会出于荣誉感 去帮助另外那些 暂时未获得权利的人 罗马社会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罗马的所有公职 都是没有报酬的 那些拥有罗马公民权 并且享受充分的 地方自治权利的贵族乡生们 会出于尊严和义务 自愿承担起各种公共建设 和维护的日常费用 然后自豪地在公共建筑上 留下自己的大名 只要这个社会 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由一条通畅的上升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暂时还未能获得权利的人 也会有一种 努力上升的动力 而一旦他们 经由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 就会产生成就感 这种感觉 是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 所不可缺少 居住在罗马边境形省的 那些新境才被吸收到 罗马文明生活中的部落居民 在过去需要承担 长达25年的边境守卫职责 才可以在退休的时候 获得能够继承的 罗马公民权 现在这个公民权 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 就从天上 飘落到所有人的头上 于是 守卫国家的责任 就与他们无关了 而对于那些 处杂在边境地区的 完全由远离家乡的 罗马公民 所组成的正规军来说 原本在他们的驻地 只属于他们的 那种罗马公民的骄傲感 现在一下子 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所有的人都有的东西 就没有人会去珍惜 这样一来 从军队开始 罗马的国本就被动摇了 凯撒有一句名言 很多事情 最初的意图是美好的 充满了善意 但是结果 却可能很糟糕 卡拉卡拉的年轻 将让古老的罗马帝国 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公元217年 卡拉卡拉在 东征帕提亚的途中 被因犯错受到责罚 而心怀不满的部下刺杀 经过一个短暂的混乱期之后 他的两个外甥 埃拉加巴鲁斯 和亚历山大 先后成为皇帝 把塞维鲁王朝 又延续了17年 古代罗马城的 最后一条输水道 亚历山大输水道 就是在亚历山大塞维鲁 在位的时候建造 这是位于罗马东郊的 一段水道条遗迹 随着这条输水道的完成 现在罗马一共拥有了 11条输水道 总长度达到477公里 每天总共可以 像罗马城输水 112万吨 平均到每一位罗马人 每天可以分配使用的 清洁用水 差不多有一吨 这是什么概念呢 以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为例 纽约市的人均日用水量 大约是0.6吨左右 伦敦是0.5吨 东京是0.47吨 公元235年 塞维鲁王朝的末代皇帝 亚历山大 被心怀不满的军人刺杀 五贤帝时代才过去半个世纪 就已经更换了九位皇帝 其中除了塞维鲁之外 全都死于非命 从此 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职务 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循环 奥古斯都所确立的 依靠血统震荡性 获得皇位的继承方式 由于一连串 心浮气躁的年轻人的无能 失去了罗马民众和军队的信任 而没有了血统的震荡性 就只能靠个人能力 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再出现一个 像凯撒那样的天才 罗马帝国或许能够从政雄威 可惜凯撒不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的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 罗马的最高统治者 像走马灯一样更换 从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 50年间 先后有20亿人登上皇帝宝座 他们中的大多数 都是由反叛的士兵拥戴上位 除了两位病死 两位死于外敌作战 一位遭雷击意外死亡之外 其他16位皇帝 都是由于驾驭士兵的能力不足 而失去士兵的信任 又属于新的反叛士兵手中 或者被迫自杀 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士兵皇帝时代 不过就像前面说过 与我们熟悉的改朝换代不同 罗马帝国从来都是指换皇帝 其他包括军队 元老院和各级政府组织 都没有发生改变 类似今天的政府换界性质 尽管政局动荡 帝国的生活还在继续 建筑也还在继续 位于非洲突尼市的节目古城 拥有一座公元238年建造的角斗场 长轴162米 短轴118米 可以容量大约45000名观众 在所有罗马角斗场中 其规模子弹排在第三位 从空中府看 很难相信 在这样一个今天看来 不过是稍大一些村庄的地方 居然能够有这么一座爬烂大物 实际上在这座城市 除了这座大角斗场外 原本还有一座稍小一些的角斗场 还有巨场赛车场 其遗迹今天依然可变 在这个动荡不灵的士兵皇帝时代 罗马的周边环境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是帝国在东方的头号对手 已经从帕提亚换成了萨山帝国 这个新兴的国家 与以往的帕提亚很不一样 帕提亚总体来说安于现状 只是在亚美尼亚地区 与罗马时常产产生摩擦 而萨山帝国则立志要恢复 古波斯帝国的王者荣耀 在被亚历山大灭亡之前 波斯帝国曾经占据了地中海东部的 半壁家山 显然与这样的国家相邻 战争将更加残酷 公元260年 罗马皇帝瓦勒良 在与波斯帝国的战斗中 富山被俘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 曾经多次出现过最高指挥官 在前线正晚的事件 但是这是第一次 罗马的最高指挥官被敌人俘虏 位于就波斯帝国首都 波斯波利斯附近的 纳克斯鲁斯他们 是波斯帝国时期的 皇家牧师所在 就在那位750年前 曾经入侵希腊的 大流氏仪式的牧师的侧下方 新一代波斯帝国皇帝 沙普尔仪式 得意洋洋地 将跪在自己马前的 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 刻画在崖壁上 在这场战役中 被俘的其他罗马士兵 被波斯人压解着 渡过底格里斯河 去为波斯人修建城市和桥梁 在今天伊朗西南部 苏斯塔 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年罗马战俘修建 兼做水坝用途的桥梁遗址 全长550米 直到近代仍然在发挥作用 在北方 日耳曼人的威胁也日渐严重 公元三世纪中叶起 越来越多的野蛮民族 从欧亚大陆腹地走出来 涌向罗马帝国边界 这些新一代的野蛮民族 与高路人为代表的 老一代野蛮民族很不相同 他们对作为 罗马文明象征的定居 和农耕生活 既无所知也无兴趣 完全与抢劫为乐事 由于这个时期的罗马军团 已经不再能够 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发动先发自能的预防性打击 漫长的边境线 仅仅依靠消极防御 是无法周全的 于是 一股股的游牧民族 撞细穿越边界 突入帝国内部 毫不设防的地区 受到清劳的边境地区居民 不得不放弃农田 涌向城市 和教育安全的内地 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 日趋恶化 为了赶走这些 世上清劳的入侵者 从以公民为主的 善于进行正规作战的步兵 转向以城府的 潜游牧民为主的 善于追击的骑兵 这样一来 不仅罗马公民 从军卫国的观念 更加弹幕 而且军队也日益掌握在 城府的潜游牧民手中 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到公元270年 由于无力防御 图密扇时代建立的 热曼防线 和图拉针征服的达西亚 都被放弃了 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 退回到了300年前 奥古斯都时代 整个国家的衰落之势 已经很难逆转 公元271年 奥勒良皇帝 决定要为罗马 修建一道新的城墙 自从凯撒 拆掉塞维安城墙 300多年来 罗马一直是一座 无需防御的安全城市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 罗马人终于开始 感受到久违的不安 这座罗马的新城墙 长约19公里 城墙上每隔30米 就建有一座塔楼 一共设有18座城门 大部分今天还保留着 在打退北方蛮族的 入侵之后 奥勒良皇帝 又不得不只是 在动乱中 已经分裂成 三部分的帝国状况 在东方 一位名叫 资洛比亚的女子 在担任叙利亚总督的 丈夫去世后 趁着罗马帝国 全力对付 热曼入侵 而无力东顾的机会 于公元267年 自立为王 占据了罗马帝国 几乎全部的东方土地 而差不多与此同时 驻扎在西方 南英河边境的 罗马高级将领 也在高卢 西班牙和波列颠 建立独立王国 不在乎从罗马的命令 这并不是 争夺皇位的前奏 而是实实在在的 意图分裂 这是罗马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一幕 奥勒良 把统一国家的矛头 首先对准东方 经过一方作战 他率军攻陷 资诺比亚的首都帕阿米拉 恢复帝国 对东方的统治 沙漠中的帕阿米拉 是东西方贸易上路上 的一个重要树柳 属有东方罗马之称 城中主要大街两侧 高大柱南前后相连 长达1600米 在这场战争中 遭到很大破坏之后 这座城市就逐渐衰落下去 几百年后 只留下数不清的罗马柱 还佇立在沙漠之中 这是一枚 刻有奥勒良皇帝头像的 罗马金币 送付帕阿米拉后 奥勒良又趁势牺牲 逼迫高卢投降 重新恢复了国家统一 奥勒良有一句名言 人不应该恐惧死亡 他应该恐惧的是 是从未真正活过 他是一个好皇帝 他很努力的为国家服务 但是可惜最终 还是没有能够逃脱 这个时代的魔咒 公元275年 他被一位因为做错事 而害怕受罚的下属伤害 之后的十年 罗马又换了六任皇帝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给大家介绍 戴克里仙与君士坦丁时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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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